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清熱還有解毒 因為很容易吃到壞的東西 你可以看這兩個有沒有 這兩個其實是一般的組合 這是殺菌 對不對 一般的組合 但韭菜其實如果吃全素 也不能吃韭菜 可是它是個好食材 如果說你有願意的話 不是完全吃素再吃看看 而且這個季節還算是韭菜 有再晚一點就沒了 這些部分你可以拿去熬湯 沒有關係 現在我們的韭菜 來 請先這樣切 其實這兩道 真的這兩道都 欸 什麼 你有吃過生韭菜嗎 有啊 其實這兩道 真的這兩樣都 欸 什麼 你有吃過生韭菜嗎 有啊 有吃過生韭菜 一般都是在調醬 對 韭菜花醬什麼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類似像做韭菜花醬 那我們放豆腐不進去 你這個動作嚇到我了 為什麼 因為我以為是要炒一炒 不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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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來一點醬油 補一點香油 今天說豆腐乳可能會有一點點色 所以我們加一點點炒 豆腐乳會色 甜啊 就是鹹 跟這個 韭菜打粥 會有色味 韭菜會有色味 對 然後把它放起來 這樣要打成酒花醬嗎 所以它打到完全沒有炸這樣子 對 那你也可以試著用什麼 用紅麴的豆腐鹽 紅麴粉 對 炒香 對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 很濃味 就很簡單了 這個是 腐皮 腐皮 或是講豆皮 你可以拿起來 看你喜歡 大概有多大 我大概切一下就好了 這個不用燙嗎 要啊 我要燙 要先燙一下 其實這個有點像熱沙拉的感覺 是不是 其實就是涼菜 涼菜喔 對 你一樣 這裡面還是要放鹽巴 要燙青菜 對 應該是要燙很多豆腐菜 那一樣 腐皮進來 然後豆腐菜進來 還有掉一塊在這裡 你已經很亮了 這個真的很簡單 而且像這個夏天的時候 媽媽有時候你想要吃很多蔬菜 可是要怕太冷 對 這個就蠻好的 因為其實它撈起來 你拌一拌的時候 它也不是很熱 可是也不是生的 對不對 做菜其實有時候在家裡面 除了說你說飯桌請客 但不然其實簡簡單單 讓自己做得輕鬆 然後吃得輕鬆 而且烹調的那個過程越短 其實食物營養越多保存 好 我們把它顧慮出來 你可以直接放上去淋也沒問題 你也可以像我現在這個樣子 然後把它倒過來 要怎麼倒 我的湯匙 湯匙 你就把它 直接拌進去 對 而且顏色很漂亮 好漂亮 顏色好美 小孩子如果不吃韭菜 你可以像用這樣的方法 用土乳你就吃不出來 對 所以我們把香菜都放上來 多一個口感 是 你也可以撒一點胡椒 而且顏色很漂亮 最主要是 好香 土乳在一起 可是因為它這樣拌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變得很清爽 濃郁 那最主要你在吃的時候 沒有特別講的話 小孩子不知道這是韭菜 對不對 它就會綠綠的清醬 那你如果有吃肉 或是有吃海鮮 你可以都把它拌進去 放點蝦子 放點肉其實都很好吃 其實這韭菜醬的味道 其實它打過之後 因為加俘裸的關係 它其實韭菜一般我們都覺得很臭 對 可是它那個俘裸的關係 它就變得比較溫和 對 它豆皮也都是豆製品 就一路這樣連過去 然後豆芽菜的水分也多 所以你會把它整個稀釋掉 這樣 對 所以就會覺得 有個性 但是又不是那麼強烈 對 但很舒服 你看看 韭菜原來是可以打成這種醬 然後可以拌任何東西 白肉 海鮮 蔬菜都可以 還是說你要吃火鍋 拿來沾醬的 對 喔 讚讚讚 羊肉 羊肉一定好 對 讚讚讚 試試看喔 自己按一下就可以打這個醬汁 對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你會想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